我比你更天真 我小時候沒有想過港獨 我是會想我們是不是要搬去隔閒加爾南住 因為收都是收到隔閒加爾北 我當時也有想過 隔閒加爾南以北就是新界的租界分界 收到技術上都是收回那裏 後來大人也是跟我們說 技術上是 但實際上如果上面收到隔閒加爾北那一層 你怎可能繼續自己所謂的存活呢 我們那一代的人是覺得大人說的 我們那一代的人覺得大人是可以看見的 我們那一代六十年代出生 八十年代打算好好讀書 拿好的成績 社會的大事 我們有一班大人 穿西裝 穿很高貴的大人 高等華人 他們會或者做生意的人 那些做生意的人是有品的 他們做生意不會出來豬喊 走出來拆閒之類的 他們賺了錢是會做些獎學金 給大家有機會讀書 我們那時對大人是很有信心的 但現在為何很多小朋友或小朋友對社會這麼有不分 就是他們那種大人 很多時候真的不像人 那你又不能怪他們 但不等於他們可以做一些 我那時候真的受不了的事 我們那個年代剛才說了 就是有些大人會出來一錘定音 大人說了 OK算了 就算你說早十年八年 你政治人物 你說司徒華出來一錘定音 你說法律家 如果李國林出來說一句 一錘定音 現在那些小朋友沒有一個大人出來說話 他們會叫作聽 他們對大人的幻滅 就是因為他們見到很多大人 原來是這樣的 一錄膏就會打死了 小朋友眼中是沒有權威的 所以當時我曾經所謂佔領時期 有時跟朋友聊天 就說阿爺是不會 不斷的 現在問題就是要控制場面 很多朋友我們都聊天 就是哪個人開聲 同學們會聽 大家決定了是沒有的